不得了啦! 有隻很厲害的肺炎病毒四周傳播 街上人們戴口罩 小朋友連學都沒得回 還經常被人叫要洗手洗手 咦?難道戴口罩 不上學不停洗手 就會失去病毒了嗎? 小動物都好疑惑 於是一起去問一位小朋友 小兜兜 聽說小兜兜的媽媽很厲害 什麼都會 說不定都跟她講解過這些問題 果然小兜兜將問題一一解答 還…一起唱歌 咦?難道唱歌都可以消滅病毒這麼奇怪? 慢著…等我問下這個 懂小豬講話的朋友 看看她說了些什麼 哦!首先是病毒 原來病毒很小很小 小到一條頭髮尖上 已經可以起很多病毒 這些病毒可以透過口水飛沫 或者有可能向空中飄浮 經眼耳口鼻進入你的身體 進得到去 病毒就有機會在裡面繁殖 一個變成很多個 之後再… 走出來 傳染給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人 病人戴口罩 首先是把自己咳嗽 黑癡的飛沫擋住 讓病毒沒有那麼容易再傳播開去 那沒有病的人 為什麼又戴口罩呢? 問題是… 我們都不可以很肯定自己有沒有感染了病毒 口罩 可以攔截著很大部分 經口鼻傳出 或者進入的病毒 帶了它 保護自己多些 保護人家多些 不過 最緊要 都還是要洗手 病毒 不單止會在病人的飛沫裡 它們還會留在物件的表面 包括你戴過的口罩 衣物 桌椅 尤其是那些光滑的東西 好像是電梯 門柄 扶手 它們可以在上面留下比較久 我們雙手經常摸在這裡摸在那裡 之後又容易擦眼擦鼻損手指 那病毒 就有機會走進你身體的了 所以要經常洗手 有肥皂就最好了 肥皂可以拔掉黏在手上的病毒 再鼻水沖走 那如果這麼巧沒有肥皂呢 都一樣要洗手 洗久一點 一邊沖水 一邊擦手 病毒都會 鼻水沖去 那洗手要洗多久呢? 至少20秒啦 又如果連水都沒有呢? 那就用70%以上消毒火酒擦手啦 都可以用來破壞病毒的 戴口罩 洗手 不要去人多的地方 讓病毒沒有機會傳來傳去 因為病毒 是要走進別人的身體裡才可以繁殖 如果只是它自己留在外面 被陽光呀 紫外線呀 曬得涼曬 過得一排 它們就會慢慢消失 小豆豆的媽媽 果然什麼都有教她 不過剩下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洗手洗20秒 即時洗多久呢? 沒有手錶計 小豆豆就說 大約唱一次ABC歌 差不多一段時間啦 ABC歌 又即是小星星啦 我會唱吧 科 nau 那我們就一起來練習一下 一邊洗手 一邊唱歌啦 齊齊洗手擦擦擦 擦點手指擦擦 擦點納 方感eral要擦擦禦 沖水也要擦擦擦 齊齊洗手搓搓一下 你隻瘋子搓好了 我們唱多次 齊齊洗手搓搓一下 搓點手指搓點辣 防甘口要搓搓一下 沖水也要搓搓一下 齊齊洗手搓搓搓 你隻瘋子搓好了